因為你的VBA裡面已經有存一些程式 特別注意,那個VBA的程式 如果你要儲存的時候,特別注意,它會跳出這個 因為之前有蠻多同學都選錯了 到底是或否呢 特別注意,下列功能無法儲存 是不是要 儲存非那個什麼 就是無聚集 其實無聚集指的是沒有VBA的 我也不,如果你按是的話 它就會把你剛剛寫的VBA 全部都刪掉 OK,所以之前有同學說,老師為什麼我之前寫的程式全部都不見了呢 應該很有可能是 你都沒有看懂它的問題,你就按是了 如果你按是的話呢 那很抱歉,你程式全部都要重寫了 OK,所以特別注意 那這個時候請你按否,不要按是 然後呢,它要選哪一個呢 特別注意呢,預測是 就是xlsx 請你要選擇下面這一個 xlsm 這個m的話,指的就是 就是VBA啦,就Marco,這是聚集的意思啦 就是 有,就是一定要選這一個,它才會把你的VBA存進來 好,所以將來呢,當然你給人家這個的時候呢 啟動的時候,它也會 跳出警告 請問一下你是不是要執行 好,因為有時候可能有聚集病毒啦 目前應該 狀況是比較少,要把它儲存一下 這個時候呢 儲存完畢 那當然下一次你把它打開的時候 它會跳出那個警告 不會把這個關掉 假設我們再重新開 那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就是幫你另外存一個檔 圖示的話呢 會前面這邊有沒有 多一個驚嘆號 副檔名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原來檔 它只幫你把它存成這一個 那將來在執行的時候 它會 如果你要執行VBA的時候 它會跳一個警告 通常會跳在這邊啦 不過我這台現在沒有 出現那個提示 可能是不是我的那個聚集安全性 因為我改過了 我是把它改成啟用所有的 通常預設的好像是這個啦 停用所有 但是它會事先通知 是這一個 也就是說它會跳中間有一個 你要啟用內容 它才會執行你的VBA 那有些人忘了啟用內容 發現VBA都不會work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預設往上是這一個吧 所以我之前好像改這個 啟用 如果你不想要每次都啟用的話 那就可以把它改一下 啟用一下 OK 這個時候有沒有 警告 有沒有 停用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 把它啟用內容 按個確定 它才會 讓你的VBA可以執行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按下這個VBA的話 它基本上是不會work 所以之前也有同學問我 是為什麼我的VBA不能動 我就跟他講說你那邊要把它打開啦 安全性啦 OK 這個我想 慢慢你要習慣 VBA的使用方法 你慢慢就習慣它 你就越來越 喜歡它 而且應該回不去了 OK有些東西你會用VBA寫 你就不可能在土法鏈上 或者用一些簡單的公式吧 這真的是太麻煩的一件事 VBA按下去很多事情就搞定了 所以 如果你要希望你的工作效率提高 而且 做起事很愉快的話 而且很有成就感 你沒有這種 目前應該還沒有啦 未來會更有 會越來越有感覺啦 真的 那感覺我有時候寧可我去 花一點時間寫 寫一點簡單的程式 我也不願意花那個 時間一直在那邊 做一些很土法鏈鋼的事情 OK 好那再來的話 其他當然除了這一題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的 像 152 這個也是468招裡面的 就是這邊有一個長寬膏 這個B欄裡面的 有長寬膏有三個刮鬍 那請你要用什麼方式 把它長寬膏都抓出來 當然後面有答案啦 請你把它刪掉 自己重新再做試試看 也是認識題 那方法 很多 不外乎 就是內建函數 不外乎就制定函數嘛 不外乎你寫個VBA吧 OK 當然最快的 當然 VBA一定是最快的 按下去就解決 可是這個東西你需要動一些腦筋 最難的就是說後面那個刮鬍怎麼辦 第一個刮鬍 第二個刮鬍 第三個刮鬍 有三個刮鬍 剛剛才一個刮鬍 這個是延伸的練習題 給各位動動腦筋 後面還有 三題 101 103 104 其實比較重要是 101這個 延伸出來的 就是說如果你的儲存歌裡面 可能有中文 有英文 有數字 甚至大概有日文 韓文等等 各國語氣的話 你只需要留下你要的那個部分的資料 那怎麼辦 這個地方 不過 這個 題目難度比較高 它裡面牽涉到那個內瑪 ASCII code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許後面我們有時間再來看 那大家有興趣 或者你工作上會遇到的這個部分 當然也可以看一下 解法 雲端上都有 答案了 當然盡可能你也許剛開始 可以先自己踹踹看 如果現在踹不出來 可以 再稍微瞄一下 看一下 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那個邏輯函數部分 邏輯函數呢 我們剛剛好 已經有做了一些東西了 那 不過這一題我們比較完整來看 裡面當然有一些就是增減體重的練習 或者是這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有關那個 if的這個函數 裡面的話 包含就是說 成績合不合格 那合不合格的話 基本上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if函數來做 如果它的成績 大於等於60的話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但是你會想說這個有點太簡單了吧 一般 在打成績的話 通常不是合格不合格這麼簡單 我希望有什麼 A bbbcd a的話是大於等於80 b是70 60 d是完全不合格 就是60分以下 那這個要怎麼做 if if 也可以也是一樣 VBA 也可以多重的 多重之外還有個顏色 因為這邊好像 我希望多加一點顏色 顏色不外乎什麼 變個顏色 加個框線 加個底色 換個顏色 可不可以清楚 可以清楚 按一下就清楚了 有沒有 基本上 基本上這些格式對於工作上就夠用了 其實很多地方就把它套一下 跑一下 該給 螢幕了然 該變的就變的 OK 這等一下會再看 然後 另外還有什麼呢 框線 順便也許延伸性 加個實線 加個紅色 加個紅色實線 清除框線 比如你要輸出報表之前 也許先畫個框線 之前就有同學學會了VBA之後 他發現他 不會框線 他怎麼都OK了 但是輸出報表的時候 發現那個框線他不會加 後來就寫沒有問我 他說看很多書 書裡面都沒講 後來我想 好吧 我就順便補充一下 加框線 非常的簡單 只要了解一個物件 叫Bolder 加S Bolders 為什麼要加S 因為他框線有四條 一個除塵格 有上面的線 下面的線 左邊的線 跟 右邊的線 有四條線 其實後來 甚至同學問題非常多 做完之後他說 老師可是你一次是四條線全部加 那可是如果我只要想要加上面或下面 或左邊或右邊 那怎麼辦 OK好 都好問題 所以後來我當然也會有一些解答 通通都在雲端上都有 其實有補充的 反正就是 同學需要的 其實這也是工作 你們會遇到 但是沒有那麼單純 只是四條線畫一下 當然你可以畫 哪一條線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指定 Bolders Bolders 這個物件 刮虎之後 你可以去 選你要上下左右的線 再去給一個格式 就完成了 OK 那這個我想 等一下會來看 清除框線 其他的話 當然一樣 插入這個 程序之後 也一樣使用者定義 那會有一個什麼 成績函數 會有一個成績函數的多重 諸如此類的 所以請各位先了解一下 把這個 邏輯函數先打開來 當然不外乎就這個 這個可能稍微難一點 不過其實也不會太難 他頂多是一幅裡面再加一幅 再加一幅 總共三個一幅就搞定了 叫潮狀的一幅 OK 那他怎麼做 比較簡單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是等一下要看的那個 邏輯函數的 練習題 那我們 這個學習的方式都一樣 會先從簡單的開始講起 再慢慢的 難度增加一點 增加一點 增加一點 那將來你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兜在一起 其實 我想你的 函數跟VBA 功力我想慢慢慢慢的 我想應該有一定的 提升 在工作上我多用 慢慢慢慢 我想 應該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都